月光爱人 敬演开始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 下寻云让我想你 不相信过来谁明白 怕眼睁开你不再 爱人情深入海 带我去把他走回来 去爱我一万年 被窒息带我走 别躲藏把爱造出来 我爱你每一夜 我等待我的心 为了爱 谁在夜之海 孤单的我 想念谁 谁明白 爱 这第一首就把我们搞晕了有点 请你们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321 请投票 投票 结束 小飞 你跟我说你投的几号 我投了 其实真的很难投 一开始我都以为是同一个人在唱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都在跳 那个都是不一样的人 对 我是不是疯了还是 对 那你投的是哪一个门 你告诉我 我投的是谁 六号 六号 对 你觉得六号唱得最不像 刚才其实最崩溃的不是说 听他们一句一句唱 最后一起唱的时候很崩溃 不为了爱 谁在夜之海 我认为 我投的是六号 六号 我觉得六号不太像 我投的也是六号 为什么选六号呢 因为他起板入的时候 入的有点猛 作为一个成熟的歌手的话 整个歌把握都是很好的 他不会中间的话 他不会中间的话 一句进来的进得特别猛 那么进来特别猛 说明他对这事特别重视 人的心思偏他用力可能过猛 所以现在六号的得票数 应该是最高的 对吗 可能 他来 我投的是一号最不像 最不像 最不像 五号六号一号都很不像 五号怎么会不像 不会吧 我跟你讲 Coco就站在五号门后面 我也认为Coco就站在五号后面 陈老师 这要是错了 您得江湖地位和名声可就麻烦了 没问题 我告诉你 如果五号不是Coco的话 怎么办 红胖胖要跳舞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李屯吗 他不是我选的问题 要进李屯来跳吗 是啊 我觉得最不像的 我投的是二号 二号 对 第一个出现二号最不像的 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轮 以我的经验 我觉得很有可能 大家都保持在同一个水平 迷惑大家 但是二号呢 他虽然在靠近那个洋画 但我估计 他大概是在崇明岛之类的地方 长大 就是他的那个口音 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这个崇明的味道 所以 所以我 我从他的这个 吐字归音当中判断 他应该不是Coco 刘洋 我投的是二号 所以不像 你看 我跟专业的老师是一样 两个二号了 最简单的就是他音不太准 一个职业的歌手 音准问题 他不会犯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揭晓 第一轮的投票结果 开始 几号呢 二十三票 那我们的二号 是多少呢 十二票 会有比十二票更低的票数吗 十一 大一票 投四号门的注意 刚才有几个投四号门的 没有啊 好像没有人投四号和五号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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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票 五号 这三个数字 接得非常紧 五 最关键这个五号了 肯定更多的人认为 这个关键的五号门 单数 对 单数 四位数 是多少 两个 我想知道哪三个人那么不长眼 谁叫泡泡跳舞 三十八票 最高得票的是六号门 背后站的是哪一位歌手呢 让我们来一看究竟 好 我是星探 沙宝亮 竖起你的耳朵 找出隐藏的歌手 每期都有一位超级歌星 和他的五位模仿者 一同现场 谁的声音同骗过我和现场的 一百双耳朵 十月十八日起 每周日晚 黄金党 隐藏的歌手 发掘隐藏的力量 遇见另一个自己 也独家冠名播出 有太字 没无字 本节目指定用水 由水中贵族百顺山 天然矿泉水 亲情呈现 我是如假包换的Coco 如假包换的Coco 李秋林 如假包换是什么意思 在这之前呢 我以为我是全世界 对Coco最认识的 就是很清楚她的赏音 很清楚她的唱腔 你说你为什么 你是最熟悉她的 我认识她最久的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 我是她的亲姐姐 亲姐姐吗 对 亲姐姐 亲姐姐你等等 你等一下 谁投六号的 齐立 谁投六号的 我那个时候就说六号们 一定跟李文 有一些亲戚关系 哈哈哈哈 没得多了你 我在里面都听见 你们说什么了 对 证据确凿 我投的是六号 六号 我觉得六号不太像 哎哎姐姐 你为什么会来 参加这个节目呢 主要是因为Coco 她接受 节目主的邀请之后呢 她就跟我 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 我觉得相当有意思 所以我就自己报名 来参加 其实呢 现在我虽然是第一个被淘汰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呢 今天能够模仿Coco的人 真的模仿得很像 那证明什么呢 就是Coco 他们都很爱她 然后呢 Coco的人气还很旺 大家都爱她 对不对